其然 作战理念 正在悄然诞生 2017年4月 美国海军陆战队 举行了2017年 舰队岸海上技术演习 演习主要是验证 美国海军陆战队员 与人工智能武器平台的 协同作战能力 长期以来 美国海军陆战队 一直希望机器人技术 能够运用于 抢滩登陆战中 并伴随陆战队 进行作战 演习中 一种多用途机器人 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款随美军行进的机器人 是由美国通用 陆地系统公司研制 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步兵 提供远程火力支援 和补给运输服务的 多用途机器人MUTT 它长1.5米 宽1.3米 自重340千克 采用三角履带 或轮式行走机构 使用油电混合驱动 锂电池充满电后 可以以每小时 6到12千米的速度 携带27千克的载荷 行驶24千米 它的噪音 仅有50分贝 7米外 就基本听不到 行驶时 所发出的声音了 其实这个MUTT 它一个最主要的特点 还是它功能比较全 比如说它可以 用于火力支援 同时它更多 还可以用于保障 那么它也可以 加装运输 带一些负载 而且它可以 使用不同的地形 它可以有履带式的 还有轮式的 那么根据不同的地形 它来使用不同的设备 它还有一定的涉水能力 我们就可以想象 海军陆战队 肯定需要这样的装备 几乎像一个多用途 多用途的一个 随形机器人 MUTT可以采取 两种控制方式 一种是采用 手持式无线遥控器 进行操控 这种操控方式 可以让士兵 躲在安全区域 操控MUTT 其车载武器 进行火力打击与侦察 另一种方式 是用牵引线绳 拖叶MUTT 进行伴随行驶 当士兵将牵引绳 拉出两米后 MUTT的传感器 可检测力的变化 然后自主向前行驶 当牵引力消失后 MUTT则停止行驶 当然士兵也可以 直接推动MUTT行驶 只要稍微施加外力 便可让MUTT动起来 如果在一定的控制范围内 保持跟作战人员的距离 这样它始终在各种信号的 有效控制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 它是始终通过近距离的接触 保持听话状态 这样对方的俘获 包括植入程序之后 对自己攻击就概率很低 所以这种伴随 是发挥人和机器人 双重的优势和作用 争取让自己的综合作战能力 进攻 防御 机动 搜索 甚至火力打击的效能最大化 MUTT车身顶部 可以安装一个遥控武器站 可以选装7.62毫米机枪 12.7毫米机枪 或40毫米榴弹发射器 传感器组件 可以与操作手的控制器联通 当执行侦查任务时 可以实时回传周边动态 供操作手决策和行动 在阿富汗伊拉克 凡是有美军的参加地方 美国海军陆战队都要首次进入 如果今后到高危环境下作战 那么这种机器人 很有可能会替代第一梯队 独立地展开各种攻击行动 如果美国海军陆战队 今后由海到岸的冲击行动展开之后 那么这种大功能的伤亡会成为过去 所以替代人冲击 替代人去摧毁目标 会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 今后的主要方式和设想